大众请合掌 恭请法师慈悲授课 迎礼法师三拜 护为礼 阿弥陀佛 大众请坐 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今天 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心药 首先 我们非常的欢喜 今天啊 迎来了 阿弥陀佛的圣诞 陈蒙 上城下德法师的 慈悲的安排 还有吉乐寺干部的邀请 给开集这个机会啊 在一条龙 师资本师资 培训班当中 跟各位老师和大德同仁们 做分享报告 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 也有和德师父 慈悲 特别的请示 应该要讲什么样的主题呢 那德师父 那德师父 慈悲开示说啊 因为今天是 阿弥陀佛的圣诞 所以 就借着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弥陀的大愿 第二点 法师也强调 要以净土为规 第三 希望开集 和大家分享一点 跟随进宫老和尚啊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老和尚 有给予我们 怎样的慈悲教导 首先 我们 由于吉乐寺干部的 慈悲安排 就请开集在这里 先简单的做一下 自我介绍 因为可能有很多 老师和大德啊 我们是第一次 共同来分享这个课程 那开集呢 主要简单介绍一下 自己修学和求法的历程 开集是在 一九九五年 最初遇到了 佛法 遇到净土法门 开始追随恩师 上进下空老和尚 学习 佛陀的教育 并且聆听 师父上人的 讲经开示 从那时候 因为师父上人 希望 每个学 佛弟子啊 都可以 先把无量寿经读 三千遍 然后再 聆听 师父上人的 讲解 经典的课程 那开集就是 在十四岁的时候 开始 跟着师父上人 学习佛法 到一九九九年 开始 上了大学之后 那师父上人就 让开集呢 每逢寒暑假啊 都要到新加坡 去听经文法 当时师父上人呢 在新加坡 讲解了 华严经 无量寿经 等等 大成的经教 那开集是在 2002年 在北京大学的 中文系 古典文献专业 毕业的 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专业呢 因为 师父上人在 九十年代的 讲习当中啊 常常会谈到 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国 以赵普老为 首的几位老人啊 他们非常的担忧 将来的年轻人 看不懂汉字 文言文 所以就提出了 政协016号的提案 希望能够建立 古典学校 来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学习汉字文言文 但在上个世纪的 九十年代啊 全中国 只有四所大学 能够开得出 古典文献专业 因为像 文字生育 训孤 版本 教筹 这些专业课程的 许多老教授啊 在那个时代 都日渐凋零 所以我们 北京大学当时 每年啊 只能够招收到 十个学生 愿意学古典文献专业 因为那时候是改革开放 大家都在忙着拼经济啊 好 不像现在中国政府 大力的提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要努力的恢复和保存 就像 中国国家主席 最近在沙特访问 我们看到沙特啊 就开始在各个学校 推广汉语的教学 那么 从2011年到2022年 开集 这是出家之后 就开始有机会 可以长期的跟随在 恩师上进下空 那和尚的身边 学习佛陀 大成经典 并录制各种课程 那其实师父上人啊 对我们的要求 是很严格的 举个例子来说 在2010年前后啊 师父就 特别指示开集 要开始学习 太上感应篇 那这个课程啊 师父就要求 一定要讲满十遍 才算合格 那时候开集出家 没有几年啊 就很认真听话 所以在寺院 就开了两个教室 白天在大教室讲 太上感应篇 晚上呢 就在小教室讲 最后就完成了 师父所要求的标准 把太上感应篇讲完 这对开集 学习大成佛法 帮助非常的大 到2012年开始 师父上人就教导 开集要开始学讲 师父上人 特别提会到啊 这个孩子一定要从小扎根 把圣学根之根 这个德行和学问的基础扎稳 这样学习大成佛法 根深蒂固啊 将来开花结果才能够知凡夜贸 所以在学习这么多年 大成经典之后 师父上人又让开集 从根底扎起 从小儿语 弟子归 这些课程开始学 到2017年到2022年呢 就开始担任 师父上人的秘书工作 这个期间啊 因为师父上人在晚年 90多岁的高龄 为了全世界的和平 也为了在世界范围当中 去推广文理道德因果 等圣贤教育 所以那几年当中 师父是不辞年迈啊 往返奔波于欧洲 澳洲 还有亚洲各个国家 去推广祭祖 推广世界和平 这些工作 所以这个期间啊 我们是跟随师父上人呢 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好 这是简单的自我介绍 下面我们开始来进入 今天要学习的主题 就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的新药 这也是 德师父非常的慈悲 希望在今天 尼陀佛圣诞的日子啊 跟大家来分享 尼陀的大愿 但是因为呢 我们的课时有限 只有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把四十八愿 通通分享圆满 那就把其中最核心的新药 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 这样可以圆满 德师父希望大家 能以净土为归的 这个愿望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是 我们有把今天学习的参考书 教材啊 请干部发给大家 就是进空法师全集的 讲学用书类第二册的电子档 如果大家有收到这份电子档了 就可以参考学习 如果手上没有呢 开机也会在投影片上面啊 把这个每个内页都展现出来 跟大家来分享 那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师父上人的全集 讲学用书类第二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 这一套书啊 是师父上人留给我们的 非常珍贵的法身设立 那师父上人今年圆集啊 很多人啊 都来到极乐寺参拜 并且礼拜师父上人的 肉身设立 可是我们会在 师父上人的全集 讲学用书的手稿当中啊 看到师父留给我们 更加珍贵的法身设立 而在这部书当中 从师父上人 有许多小注解啊 大家看到画面上啊 画的这些 各种颜色的线 还有后面会看到这注解 师父有写了许多的小注写在上面 特别可以体现出 师父上人那种真诚恭敬的在学习经教和讲解经教的这个心 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啊 一个人一生做事情 他会成功 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天资 资质有多么的好 而往往是因为啊 他比别人更加的努力 这一点如果大家翻阅师父的手稿 就师父的全集 我们会一本一本的把它出版出来啊 大家就会看到从师父年轻的时代 一直到八九十岁的高龄 每次上台之前 师父要准备讲稿的时候 都非常认真努力的在这些经本上面 去写这些小注 去操录经文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 师父上人真诚恭敬的心 所以用这本书来跟大家做分享 也有这样的用意在其中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师父全集的讲学用书类之二 第二十七页 首先红色框框当中 就会看到善导大师 所提出的四十八愿的新药 善导大师 于四十八愿中 那么大师有谈到 这当中啊 有五愿 是最为重要的 那这五愿呢 就按照这个顺序 第一是定成正觉愿 也就是弥陀的第十二愿 光明五亮愿 是弥陀第十三愿 寿命五亮愿 是弥陀第十五愿 诸佛称探愿 是第十七愿 那最后第五呢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十念必生愿 这是第十八愿 所以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当中啊 这五愿 为真实愿 是为四十八愿之心药 也就是说 弥陀的四十八愿 大家看起来虽然 他的条目很多 可是啊 他最为核心 最为重要的 就是这五愿 这是善导大师 给予我们的非常珍贵的开示 那我们知道啊 这个 在唐朝的时代 有许多的来自日本 以及各个国家的留学生 都到长安来学习 那他们当中很多人 都是跟随着善导大师 学习净土法门 跟随着天台智者大师 来学习 经教 学习天台中 所以像 日本这些留学生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 都成为了 他们国家的祖师 还有韩国也是如此 所以他们特别的尊重 中国的祖师 善导大师和智者大师 而提到善导大师呢 特别要谈到他的老师 道措法师 这是在净土圣贤路中 就有记载啊 道措法师的生平事迹 那其中 道措法师 他有一个特别 他有一个特别值得人们 撑道的一点啊 就是他为后人做出了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的最好的榜样 这也是师父圣人 在讲习当中啊 常常会提到啊 晋宗祖师 其实应该要有道措大师 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里这段记载 就有谈到啊 道措法师 他一生当中 为大众讲无量寿经 还有观无量寿佛经 这净土经典啊 讲了两百遍 这个数字很惊人啊 我们说 一生当中要把这个经典 大乘经典 讲的遍数这么多 他真的是把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啊 做出了最好的榜样 而且他一生 一天当中念佛 是七万生佛号 作为定课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样的老师 能够培养出像 善导大师这样的学生啊 这老师也是 这个功夫下得很深 那另外一位 我们看到同样是在 唐朝的时代啊 还有一位 贤手中的祖师 那么说到法藏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熟悉 但是如果提到贤手国师 有听过师父 讲经的同修啊 可能印象就很深 贤手国师是 华言宗的祖师啊 他曾经写过一篇 相当于博士论文 就是修华言奥指 望尽还原冠 那我们看到 就是这样一位啊 曾经翻译过 华言经的一代大德 我们看他一生是怎样 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 他一生讲华言经讲了 三十多遍 我们看到这些记载啊 真的是 非常的感动和惊讶啊 就是这样的祖师大德 他们在唐朝时代啊 共同为大乘佛法呢 创立了非常辉煌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留下了很灿烂的篇章 并且啊 对后世之人的影响 是相当的深远 所以我们看到 同样是 在道绰大师影响之下 山导大师 他一生当中 也是非常努力的 去把净土法门 发扬光大 他一生在净土法门当中 你看 演说净土法门 三十余年啊 未尝睡眠 不持戒品 先好补饭 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啊 去传承着他老师 交给他的净土法门的 这些经典 这是善导大师 他一生 就是能够成为 静宗的祖师 他也是在 弘法立生的方面啊 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那我们看到 净土圣贤录当中啊 就有引述他的一句 宣示记 大家可能对这首诗 会蛮熟悉的 渐渐鸡皮鹤法 看看刑部隆中 假饶金日满堂 其免衰残病苦 任辱千般快乐 无常中事到来 唯有净路修行 淡念阿弥陀佛佛 所以善导大师 就是用人世的无常啊 来让我们 要精勤努力的 修学净土法门 和称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包括在今年 那包括在今年 向醒功老师和师父上人 视线缘吉 这样的一件事情嘛 其实让我们特别体会到啊 苦空无常和万法皆空的道理 我们在学习 师父上人所讲解的 净土大经的时候啊 常常会听到师父 在跟我们讲述 金刚经的要义 以及般若经典的要义 其中有一句话呢 是师父在年轻的时候 学习般若经典 所做出的准解 那就是一切法 无所有毕尽空不可得 那么这么多的大德善之序 都离我们而去 回归到了长极光当中 这正是警示我们啊 人世无常 生命就是在呼吸之间 所以呢 就要用这非常有限的生命啊 来去 追求真实永恒的东西 这是老人家的慈悲视线 给我们的警示 那么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在英国汉学院学习的同学啊 在今年也特别 痛切的这个 那么送别了 同样是96高龄的英国女王 所以这种种的无常 都是在警示我们 一定要珍惜当下的光阴 努力的修学进度 如同贤工老和尚所说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所以从古至今的这些 敬宗主事大德 都是用他们的一生啊 来为我们诠释 什么是生命永恒的真谛 就是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 生生世世 在轮转不休啊 那什么时候才是头呢 在六道轮回当中 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人到天到很舒服啊 其实师父常常说啊 三恶道才是我们的老家 来到仁天啊 只是暂时喘一口气 住个旅馆而已啊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地狱恶鬼畜生道里面啊 去流浪跟徘徊 所以这种无常的警示 让我们提高警觉 一定要把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放在心上 就如同德师父跟开启所分享的 他虽然教学和工作啊 非常的繁忙 但是他现在呢 也每天都要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 去努力的念佛 要把这个念佛的功课强化了 我们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 看到了太多人世无常的这样的一种警示 更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的 称赞这句佛号 所以三岛大师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提出四十八院当中 有五院呢 是四十八院的新药 可见此愿 此是弥陀宏世之心髓 彼佛本怀 这彼佛就是指的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心本怀啊 那弥陀佛的本心本怀究竟是什么呢 只是为一切众生决定成佛 他所谓的就是这一桩事情了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明白了 对于阿弥陀佛 自自然然就会生起了知恩报恩的心 为什么 阿弥陀佛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恩德啊 超过了生生世世的父母师长 是好到了极处 为什么 他对我们的帮助 不是短暂的 比如说只是想个人天福报啊 得一点小利益啊 不是的 他对我们的帮助 是要我们一生成佛 这是弥陀所发的愿 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啊 第十二院定成正觉 这个定字多么的肯定 每一位往生到西方籍的世界的人 没有不成正觉的 这个定是必定肯定 所以善导大师所交给我们的这五院啊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在心上 如果大家生活很忙碌 没有办法呢 把四十八院一下子都学习和吸收 清楚呢 我们可以先从这五院开始 到了西方籍的世界 定成正觉 光明无量 还有寿命无量 也就是这二十个字啊 就已经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全都包括在其中 而山导大师教导我们 这是真实愿 真实不虚 这二十个字 就是四十八愿的心药 是四十八愿的核心 也是四十八愿 可见此愿实施 弥陀鸿世之心随 彼佛本怀 就是阿弥陀佛他的本怀 他的本心本愿啊 只是为一切众生 决定成佛 希望一切众生能够一生成佛 为实现此愿 乃有十念必生之书胜大愿 那我们要问呢 在这五愿当中 究竟是哪一愿 是第一当中的第一 毫无疑问 就是十念必生 十念必生 让我们对净土法门 生起了决定的信心 你看 往生其实并不难了 真的很容易 十念必生 让我们体会到 人人都有份 这净土法门 它所包括的这个范围 太广泛了 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老师啊 或者是同人们觉得说 可是我每天的生活 非常的忙碌 那怎么办呢 我没有办法 像出家的法师 或者是清修的这些修行人 这样从早到晚 可以把时间用在经教上 用在念佛上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之下呀 大家没有时间 大段的时间去读经或念佛啊 那师父上人 非常的慈悲 就教给我们 用十念法 十念法就是一天九次 那每一次两分钟 就是念十声佛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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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十声 两分钟都不到 那每天呢 从早上起来 先念十声 晚上睡觉之前啊 可以念十声 这就两次 另外 每天吃三餐饭的时候 我们师父上人就说可以 不需要念供养咒 那念什么 就念十声佛号 吃饭之前 合掌念十声 这是三次啊 加上前面 一共是五次 另外 我们很多的老师同学 每天要去上班 要下班 在工作的时间当中啊 上班之前 就可以先合掌 念十声佛号 下班的时候 把很多工作的事情 都安置好了 这时候啊 这时候啊 再念十声佛号 所以上下班 这样加起来是四次 那加上前面的 这几次啊 总共是九次 这是师父上人 所提出的十念法 那对于 那对于在现代忙碌的社会 许多同修来说 这个方法非常的使用 假如说这个习惯 我们一生都把它养成啊 这十念毕生 就有把握 灵命中的时候 最最后的十念 始终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能够决定往生 那这个方法啊 我们以前 在 我记得有一年啊 也是跟随着师父上人 到英国汉学院 去 参加这个祭祖的典礼 还有汉学院的 开学的典礼 那么在那个期间呢 我们现在的 汉学院的院长 圣庙法师 非常的慈悲啊 有一天啊 他就 带我们去喝咖啡 因为当时我们是 秘书组的同学 跟随师父上人 南征北战 南来北往 非常的忙碌 每天都比较没有时间 可以自己用功 所以在咖啡馆 在兰彼得小镇的 那个咖啡厅 可能有很多老师 也有去过 那院长就带我们啊 分享这个佛法 那后来呢 我们大家就提出了 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是因为那几年 秘书主跟着师父上人 在很多国家 这样跑来跑去啊 每天都是不分昼夜的 在忙碌 那怎么能够坚持 修学呢 就提出了 实念法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在 微信里面 成立一个小群 叫做一心 这个群就是专门念佛的 然后每天啊 大家按照自己的时间啊 有时候会有点时差 比如说廟宫院长在英国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是在亚洲地区 但是没关系 我们都按照自己当地的时间啊 那每次把这时生佛号念完 我们就在小群组当中 发一个短信 表示我完成了 这个时生佛号的功课 然后这个方法呢 想不到我们秘书组的同学啊 就养成了习惯 大概从201819 那时候跑欧洲 英国 德国 法国啊 非常的频繁 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落实实念法 一直到现在 廟宫院长还带着我们 秘书组的几位小同学啊 还一直都在坚持这实念法 所以对繁忙工作的人来讲啊 这样的修持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你从早到晚 这个佛号啊都没有间断 好 那么下面说到 众生依此最简最易 极圆极顿之进路 这虽然啊非常简单容易 极圆极顿啊 这十念是极圆极顿 因为在十句佛号当中 我们非常真诚用心的去称念 阿弥陀佛 这当中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 这就是符合大势智菩萨所教导的 静念相近 一句接着一句 这当中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这就是功夫啊 如果说你念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时间比较长 那可能会夹杂很多杂念 可是时间短啊 这杂念就不容易掺进去 静路呢 这指的是走捷径 念佛往生则皆可成佛 你看这个语气啊 是多么的肯定 没有一个人不成佛啊 这往生就决定成佛 这是善导大师的所做的这个开示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看 第十二定成正决院 大家请看 静空法师全集 治学的真正的真正的态度 我们先看 每一段每一段的最后一句都是不取正决 这四个字 看到这四个字 这一院就是一张 当然有的是一张两院三院四院都有 或者是有几个是有几个是一院的这样 黄年老的注解就有谈到 此第十二院啊 民定成正决院 往生者决定成佛 这就是定成正决 大家看到这个定字啊 多么的肯定 决定 一个都不会漏下 正显弥陀之本心 那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是存什么心 是用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到十方的一切诸佛如来 他的本心本愿是什么呀 本心本愿是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可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 则是帮到了究竟 帮到了究竟圆满 因为究竟的苦是什么呀 究竟的苦是因为烦恼习气不能够断掉 所以法身大事 他还有一品生相无名 没有断 这个习气 无名的习气还没有断 他就没有办法 进入长极光 不能够成为这个妙诀 他还是等诀的身份 那究竟之乐是成佛 如果能够把无始无名的烦恼习气都断尽 这就离究竟苦 能够正得无上正等正觉 能够圆满成佛 那我们知道圆满成佛 这才能够得到究竟乐 所以阿弥陀佛他就做到了 阿弥陀佛参老人家所用的这个方法呀 非常非常的巧妙 能够让所有的众生都代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皆做阿维悦志菩萨 那这是凭什么呢 这是凭着阿弥陀佛的愿力 阿弥陀佛的神通道理和功德 能够把我们无始劫的业障 他不知不觉的就帮我们解决 也就是像中所说的转八十乘四制 做阿维悦志菩萨 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做莲花的时候啊 这个莲花是开的 那你做到里面呢 莲花合起来啊 佛就把这朵莲花带到了极乐世界 放在七宝池当中 等到莲花再开 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身像呢 这个身像跟阿弥陀佛是完全一样的 身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有八万四千好 还不是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所以真正的像好光明 这是我们六道的众生 无法想象的 甚至连这个二十八层天的天人啊 他们都无法想象 如果他们知道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 他一定不会贪恋人天的福报 一定是想念佛求往生 所以这就是佛的本心 唯以一佛成啊 就像法华经所说 无二一无三 在极乐世界啊 是没有二成三成 唯以一佛成 那么在极乐世界 那里所有的课程都是帮助我们快速成佛 广度无边众生 与究竟涅槃 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心 是阿弥陀佛的心意 我们会看到 这幅清静庄严的极乐妙果图 刚刚所谈到啊 阿弥陀佛把我们接到极乐世界 把这个花呢就放在七宝池八功德水当中啊 这个殊胜的景象 大家通过这样的一幅图啊 就能够体会到 所以自古以来 无论是佛法 还是儒家道家 这些祖师大德 在推广圣贤教育的时候啊 就常常会用艺术的形式来推广 比如说 绘制像这极乐妙果图 或者用音乐 用各种艺术的方式啊 来弘扬圣贤教育 那在这里 哈吉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这是有一年 刘苏云老师呢 来到香港啊 来看望师父上人 那跟刘老师一起来的 有很多东北的同修 当时师父正在宣讲 净土大金科著 那我们就跟 刘老师的这些护法同修啊 一起煮了一桌东北菜 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在座的老师同仁 熟不熟悉 有没有东北人啊 对东北菜会比较熟悉 那这些菜我们都煮了 哪几道呢 有炖酸菜 还有开黄瓜 还有蘸酱菜等等 那等我们在厨房 忙活完了之后啊 把这些菜啊 端上桌啊 刘苏云老师就分别 给这几道菜呢 都起了一个名字 炖酸菜呢 就叫做廉池海会 开黄瓜 就叫清凉世界 还有 东北有一道菜是 在西红柿 番茄的上面 放那个白糖 那老师就起名叫 莲花朵朵 还有蘸酱菜呢 就起名叫一心不乱 那我们就用很多的小卡片啊 在这个菜的旁边 都把它的名字写上 就在这个圆桌里面啊 就钻上桌 等师傅上人 讲完无量寿经 下来之后啊 就一起跟大家 享受这一顿廉池海会大餐 吃得非常的欢喜啊 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 老师 刘老师呢 就跟师傅报告说 师傅啊 下一次呢 我再来看望你啊 我们再继续来 开这个廉池海会 这是一个小插曲啊 其实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啊 这些老师 大德啊 在生活当中的实实处处 在生活当中的实实处处都不忘记西方极的世界啊 不忘记用生活当中的衣职住行来提醒我们 心心念念要想着阿弥陀佛 要想着西方净土 那下面大家所看到的呢 是师傅上人这一次元集的时候啊 有好多红人的小曾孙 也去参与念佛啊 他们还用日记的形式呢 来写下对师傅上人的问候和祝福 开集选了两份这个小日记 这里有一位可爱的小曾孙 说师公上人 请问您在集的世界过得好不好啊 集的世界很漂亮吗 师公上人你喜欢那里吗 看得到阿弥陀佛吗 那我们看到啊 红人的这些小朋友们啊 在49天的念佛当中 跟随着老师和家长 一起来为师公上人念佛 在他们纯净纯善的心田当中啊 就种下了阿弥陀佛的种子 也种下了孝道的种子 那另外一位小朋友 则是说啊 有时间我要念佛 回向给师公上人 希望阿弥陀佛会带师公上人 去西方集的世界 那这小朋友 他们分享的内容很多啊 也都很感人 我们只是挑了这两则啊 跟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 有关联的 来跟大家做分享 当时很多的大德老师 看到这些小朋友的日记啊 也都非常的感动 他们现在也在认真的 学习小儿语 学习弟子归这些课程 就如同师父上人 在讲习中常常强调的 孝亲尊师啊 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 所以小朋友 他们在分享当中 有谈到 非常感恩师公上人 给他们可以读红人 国际汉学书院 这样好的学校 让他们从小 就能够遇到圣贤的教育 那只有把孝亲尊师的根 真正扎稳了 我们这一生当中 无论是世间法 还是初世间法 才能够真正的 有所成就 那我们看完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 殊胜庄严 下面啊 再让大家 看一看地域 因为很多人啊 你光跟他说 极乐世界有多么 殊胜美好啊 他还不怎么愿意相信 可是你跟他讲说 这地域有多么的恐怖 有的人他是因为 畏惧地域苦啊 而生起向往极乐的心 这是每个人 得度的因缘啊 是不同的 大家看到的 这幅图呢 也是 师父上人 他老人家在生前啊 曾经找同修 从佛教的经典当中 把地域的景象 汇编成了一本书 叫做 《诸经佛说地域集药》 那后来 有大德老师 就把 这一部书啊 画成了这个画 这是其中的一页啊 那非常难得的是呢 师父上人和 醒功老师啊 在生前都为这部书呢 写了续根拔 那我记得 从前在新加坡的时候 开集在跟随师父上人 学习大成经典 无量寿经 华严经 也聆听太上感应篇 那师父上人就知道说啊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都是在功利主义的社会当中 成长起来的 所以开集那时候 在读书的时候啊 每天都想着怎么样去竞争 怎么样去取得好的成绩 就忽略了在德行 和生活教育方面的培养 所以常常会做出一些 对父母亲很叛逆的这种行为 那那时候师父 对我们学生的情况 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大概才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师父就很严肃的 跟开集说 说不孝父母 当然这也包括不敬师长 孝亲尊师是连带的 说这个罪啊 在阴间的罪是最重的 也就是说 你因为不孝父母 跺到地狱啊 是跺得最深的地狱 那同样我们反过来看 如果能够落实孝亲尊师的话 那自自然然 这是能够得到最为殊胜庄严的果报 所以这句话呢 让开启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乃至于后来在学习圣学根之根的时候 对于这一点啊 就特别痛彻的去反省忏悔跟改过 那正是因为一个人 他敢于去做出 好 这个不孝父母 不敬师长的行为 所以乃至于这个杀 盗 淫 忘 酒 种种的恶行啊 他才敢去做 所以我们看到这幅图 讲的地狱景象 就是因为邪淫所造成的果报 那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一切法从心响生 大家如果听过师父上人所讲的 张太炎 在做冬月大地判官的时候啊 曾经到地狱去参观这个故事啊 我们就能够明白 为什么这个地狱的果报 也是从心响生 大家看到右侧这幅图啊 右上角是一个美女 那在他的下面就是受报的罪人 那他因为他在生前呢 淫欲的心太重了 那么到了地狱当中啊 他从他的心响生出来的 也是这样的美女啊 那实际上都是幻象 所以他一看到上面有这个美女啊 他就赶紧要爬上去 可是地狱的这个刀啊 他是往下的 直接就把他就是刺的皮开肉绽 而且下面还有猛火在烧 再看左侧这幅图啊 这时候美女他又出现在了下端 好那罪人是在左上角啊 结果这罪人一看到美女啊 又马上要跳下去 这时候地狱的刀呢 就往往上 好他跳下去的时候 同样啊 也是被这个刀啊 给他刺的皮开肉绽 同时下面有很多猛火啊 玉竹啊 在那里 玉竹在这里执法 那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出 什么叫一切法 从心响生 所以如果 杀到淫妄啊 很难 止住的 同学们啊 有空就看看这本书啊 有时间到地狱里面去参观一下啊 好 害怕这个地狱苦啊 大家就容易生起 出离的心 生起念佛 求往生的心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因为 卡塔尔的世界杯足球赛开始啊 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学生啊 每天都在熬夜看足球啊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次的世界杯当中 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好 因为他举办的地点啊 是在中东地区 是伊斯兰教非常兴盛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 那么在中东呢 就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所以这次的 2022年的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啊 整个国家是完全禁止喝酒 而且也禁止 邪淫的行为 也就是只能是合法的夫妻 如果不是合法的夫妻呢 有邪淫的行为啊 被政府发现之后 会有非常严厉的法律的这个制裁 这也就使得啊 这次是世界杯成的历史上 最纯净纯善的一个 一个赛事啊 因为很多人借着这种大型的活动啊 喝酒啊 吃肉啊 血淫呢 就会导致许多的恶行产生 那么这个宗教的根本的戒律 其实我们看到师父上人 常常在推广宗教教育 促进宗教和谐啊 我们会看到 无论是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其实在根本的戒律当中 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但卡塔尔这个国家啊 我们也许以前是 对他是比较陌生的 那我记得呢 我们最初 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也是跟随师父上人 到法国巴黎的教科文组织 在师父上人晚年的时候啊 他老人家最欢喜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到教科文组织的 净空之友社 和世界各国的大使们啊 共同探讨 如何来促进世界和平 以及如何来推广圣贤教育 所以 卡吉对于卡塔尔这个名字啊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因为 在2018年的时候 师父上人就亲自到了 卡塔尔大使的办公室 去拜访 这位非常和善的大使 那当时呢 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这位大使啊 他们国家都是信仰 伊斯兰教的 所以他在办公室当中啊 有一部非常庄严的可兰经 已经在他的办公室供奉了 三年之久 可是他一直不知道说 这部经典应该要供养给谁 直到他遇到了师父上人之后啊 他说是真主的启示 让他要把这部经典供养给师父上人 所以当时的这种场面 这种场面特别的温馨与和谐 那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这部可兰经 我们才知道了卡塔尔这样的一个国家 好 这是给大家说一点小插曲 下面我们继续啊 来看师父上人全集的第28页 29页 那这里呢 就是第13院 光明无量院 是第七章 法身庄严 好 我们有没有看到啊 在红框里面最右上角 这个红字 法身庄严 因为 这个手稿是师父在新加坡 讲解无量寿经的时候 所用的 讲习用书啊 到后来我们学习科著的时候 像右上角这些字啊 就已经印在了经本的上面 可是因为这个全集的出版 让我们可以看到师父手写的 这个科会科派还有科题 那这里一共是五院啊 第一就是第13 最重要的一院 善导大师说 五个重要的院啊 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第13院 光明无量 我做佛时光明无量 补照十方 决胜诸佛 胜于日月之名千万亿倍 到这里啊 是一院啊 下面这个就是另外一院了 这是我们会看到呢 有时候一句经文 它是一院 有时候它是两院啊 或者更多 好 那我们知道 佛佛的果正跟清静心也是相同的 可是为什么佛光它所铸造的范围会不同呢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在阴地所发的愿是有差别的 我们如果学习无量寿经就会看到 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啊 他就接受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的教导 那法藏比丘他希望能够成立建立一个殊胜庄严的国土 他的老师就教导他到虚空法界的诸佛岔土啊 去参访学习 那取人之长舍人之短 这才成就了西方籍的世界 比如说诸佛国土当中看到有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那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当时看了之后呢 他就觉得我的国土一定不要有三恶道 这就成了阿弥陀佛第一大愿 当中的国无恶道院 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会这样的殊胜庄严 是因为啊法藏比丘在因地发新的时候 他就已经参访过虚空法界的诸佛岔土 才成就了四十八愿 才成就了极乐世界 所以法藏他一发新这个愿呢 就超过了一般人 不但是超过一般人了 而且是胜过一切诸佛 因此 当他修行圆满成佛 也就是成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光明啊 就自然变照十方 这是所有一切诸佛的光明 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的 那释迦牟尼佛啊 在经典当中也特别赞叹 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好 这一愿呢 就是光明无量 第十五愿 寿命无量 这在 四十八愿二十四章当中是 第八章 第十五愿 寿命无量愿 我做佛时 寿命无量 国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一皆无量 那么在这一愿当中啊 佛是无量寿 每一位往生级的世界的人啊 跟佛也是一样啊 是无量寿的 那么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 所以凡是 念佛往生 西方及的世界的人 寿命一皆无量 这一点啊 我们在黄念老的注解当中 就会看到 他引用了呈献法师 所说的一句话 就是 人民寿命无量 净土第一得也 好 这是净土的第一殊胜 为什么啊 寿命长啊 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都能够圆满 那如果反过来 要是没有寿命的话啊 一切啊 也都落空了 所以 这是净土第一得 阿弥陀佛的世界 为什么能够称为极乐世界呢 其实它的根本 就是无量寿 那这个无量寿啊 我们要深入 金谱大经就会知道 这个无量寿 是从 有量的无量 一直提升到 无量的无量 也就是在等觉菩萨 这个时候 他还有 这个 无明 的习气 没有断尽 那这时候 他还是有量的无量 他还要经历 三大阿僧起劫 把这个习气呢 真正的 都扶住 都断掉之后 才能够进入 长起光 这就是妙觉如来 那这就是无量的无量 好 这是 寿命无量院 再来 接着看第17 是诸佛称探院 诸佛称探院啊 这是第17院 那么这一章就是一院 我做佛时 十方世界 无量差众 无数诸佛 若不够称探我名 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 不取正觉 好 那这是 第17院 诸佛称探院啊 实际上啊 我们 今天来上这门课的时候 开启还特别 有体会到啊 我们今天之所以 能够在这里 共同 来学习 阿弥陀佛的大院的核心 也是 弥陀第17院 诸佛称探院之所存就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这一院啊 我们今天也没有 今天这样殊胜的这一会啊 好 我们看一下 黄念老所做的注解 引用的这个 汉译的经文 第17院 这是汉诵的本字 那无意的本字啊 跟他意思 差不多 法藏比丘说呢 我做佛时 他修行啊 正得究竟圆满 这就成佛 成佛之后呢 愿他的名号啊 在十方的诸佛刹土当中 什么是十方啊 就是八方加上上下 就是十方 十方的无量无边 无数的佛国 那这些诸佛 在他的弟子当中啊 为大家介绍西方 及的世界 介绍阿弥陀佛 并且普遍的 劝导大家 求生净土 所以正是因为 阿弥陀佛啊 有这一院 而且这一院兑现了 所以啊 所有的一切诸佛 没有一尊佛 不讲无量寿经的 没有一尊佛 不讲阿弥陀经的 也没有一尊佛 不讲观无量寿佛经的 也就是十方三世的 一切诸佛 为众生 说一切经当中啊 他必定会讲 这净土三部经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 阿弥陀佛的本愿 阿弥陀佛就是希望啊 一切诸佛都帮他做宣导啊 好 宣导所有的一切众生 能够往生到 西方及的世界 能够快速的成佛 那这一院呢 就是一切诸佛如来 共同的愿望 好 没有一尊诸佛 不希望众生赶快成佛啊 这个心就是佛心 那也就是这个原因呢 所有的一切诸佛 他都非常欢喜的 给众生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好 讲这一部经是比讲 任何的一部经都还要欢喜 为什么 这部经完全是为 根属的众生而说 也就是 我们的善根福的因缘啊 都具足 佛才说 那诸天人民 软洞之类 闻我名字 皆惜 踊跃 来生我国 好 那佛 把极的世界介绍啊 给一切众生 那我们不要以为说 这一切众生只是人啊 或者天啊 其实呢 包括这里所说的 软洞 除了诸天人民之外 这个软洞指的就是 小动物 出生到的小小虫子啊 小爬虫啊 这些众生啊 他们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字 皆大欢喜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这些众生 升到极乐世界 同样也是 皆做阿弥 悦志 菩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众生 就包括了 我们在其中 一定要直下承担 你看连这些小动物 小虫子 它 都跟人一样 有灵性啊 那么下面 大家看到的这块石碑 是在2019年 师父上人最后一次 回到澳洲金钟学院的时候啊 就在他老人家 所住西的 Halfield庄园 那师父就特别交代呢 要为一只小鸟 立一块石碑 那为什么 要为这只小鸟 立石碑呢 那是因为 在很多年前啊 当师父上人 在澳洲土文八 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曾经 在他所住的庄园里面啊 看到了一只小鸟 那这只小鸟啊 因为它往生 就在花园里面往生啊 那想不到呢 他的配偶啊 在他身边徘徊了三天三夜 都不忍心离去 而且是一滴水都不喝啊 一点东西都不吃 好 就这样子徘徊 后来 学院的法师 就把他安葬在花园当中 那师父为什么要立这块碑啊 因为看到啊 我们这个世间的人 都已经把 恩义 情义 道义 都忘记了 可是想不到呢 一只小鸟 它还这么有情有义啊 而我们人 在五轮当中啊 你看我们人扮演着 这么多重要的角色 可是在现代的时代呢 往往是看到很多人 都背信弃义 完全是以利益 来着想的 好 所以就是立了这样的一块石碑 来提醒我们 要记得 能够效法 这些小动物一样啊 一定要做到有情有义啊 那在这一次 今年师父上人往生的时候 有一次开启 也跟德师父 在电话中 共同分享和交流 师父上人究竟 都教会了我们什么 那其中 开启就有和德师父分享啊 师父上人 在往生之前 单独跟开启说的 最后一句话 就是 家和万事心 我们要把它 做出来 好 那时候呢 师父上人 住到医院 当中啊 那我们就 轮班 有的是 白天 有的是 夜晚 在身边 照顾 师父上人 那我记得 有一次 在医院 轮班的时候啊 当时 师父本来是 睡着的 突然间 眼睛就睁开 醒过来 就跟开启说了这样一句话 家和万事心 我们要把它 做出来 那说完这句话呢 一瞬间 马上又闭上眼睛 睡着了 那这件事情之后呢 慢慢的 师父就不大能够 怎么说话了 那声音就比较出不来 所以我这次回想啊 师父生前讲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单独对开启做的开示 就是家和万事心 所以开启跟成德法师说 我也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不是跟我说 你要念佛求生净土 而是说要 落实家和万事心 因为当时开启正在 学讲圣学根之根 那确实会感受到 因为我们中国人 经历了这两百年啊 否定了自己的传统 忘记了老祖宗的教诲 所以 连最基本的这些人伦的道理 都没有办法 在生活当中去落实 而其实师父上人一生啊 常常都为我们 视线人伦的榜样 无论他老人家 是对待自己的父母 还是对待兄弟 或者是对待老师的 家属跟儿女 甚至于对待朋友 对待同门的师兄弟 师父上人是怎么 处事待人接物的 是常常在生活当中 给我们表演出来 所以开启去香港 亲近师父的时候啊 那最开始几年 师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只会做事 不会做人 常常会这样跟开启说 因为我们都是在 功利的社会当中成长 很会做事情 把业务都办得很好 那可是 智商比较高 情商很低啊 常常在做事的时候 伤害了很多人 自己完全都没有感觉 所以师父就是用他的 平常的这个处事 待人接物啊 来教导我们 怎么样做人 比如说 我记得 在最初去香港 师父就非常关心 他的老师 方东美教授的后人 所以常常跟 他的方教授的大儿子 写信啊 联络啊 希望他能够从美国 落叶归根 回到家乡 能够和老师的后人啊 共同的生活 在这个信函当中 字里行间啊 就体现出兄弟的情谊 非常的感人 那么后来 师父上人 还有方东美先生的儿子啊 也都相继往生了 那想不到呢 方先生的家人啊 本来他们生活在美国 都是知识分子啊 都是 甚至于都是在教堂 接受过洗礼的 都不是 都是不同宗教的 这样的人 但是因为 师父上人跟方先生 这样的一个情分啊 想不到方先生的后人 最近啊 就是今年啊 跟我们联络啊 他就说 他现在非常努力的在 听师父上人讲的 无量寿经 在念阿弥陀佛 然后还 呃 请教开吉说 那我们工作非常繁忙 如果一天没办法 读完一部无量寿经 要怎么办呢 开吉就建议说啊 那你可以 呃 先读 第六品 或者早课读第六品 晚课啊 读三十二到三十七品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 师父上人这种 对老师的家人 这种互念 那就使得方先生的后人啊 现在也居然开始 认真的在学佛 好 那么家和万事兴 其实这个专题啊 是可以 讲很久的 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啊 但是 我们时间的关系啊 没办法 跟大家展开来说 不过 成德法师 呃 在没有出家的时候啊 针对弟子归和家和万事兴 就有 跟大家分享过 很多的专题报告 大家都可以来参考学习哦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 第十八院 大家打开 第三十六页 这第十八院 是十念必生院 这一院呢 是四十八院的核心 也就是四十八院当中 最为殊胜的一院 是十念必生 好 这一章 也是一院 这一章是文明 普役 大家看到中间这个红色的小字 就是文明 普役 这一段 第十八院 十念必生 我们请看经文 我做佛时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至心信要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这一院啊 黄念老的注解 是很长的 我们可以细细的 认真的来学习啊 那现在只能做一下 简单的介绍 又第十八院 十念必生院啊 就是日本的静宗大德 曾经比较过 在佛所说的 四十九年的 一切经典当中 最为真实的是 哪一部经呢 就是华严经 这是把四尊四十九年 所做的 一切经做了一下 比较 哪一部经 是最真实的 那我们知道 佛说的经 都是按照 真谛和俗谛 来讲解 真谛就是 佛之佛厌 是佛所正德的 境界 但是 因为我们众生的 根性不相等 所以四尊 在最初的二十年啊 说法的时候 前面十二年 完全是随俗地 就是讲伦理道的因果啊 这些 那么从 这个 从最基础的 这个俗地 再提升到方等 那么再提升到 这个般若 最后到法华八年 会三归一 完全是说的 真实语 就是前面已经打了 四十二年的基础啊 这时候就可以 来讲 法华经 这样的大成经典 那么法华经跟华严经 这两部经 再做比较呢 是华严 读真实 超过 法华 华严经就超过了 法华经 但是 如果再跟 这一部 无量寿经 相比较 华严经跟 无量寿经 做一个比较 则 此经为真 就真实来说啊 这一部无量寿经 是比华严经 还要真实 所以 换句话说啊 就是这部无量寿经 把世尊四十九年 所说的 一切经 全部比下去 是纯一真实的 又本经 诸大院 与此院相较 就是四十八院 每一院 跟这一院来比较啊 就是这一院 是最真实的 是 真实当中的 第一真实 代表此院 乃真实 终之真实 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一院 就是四十八院 那么 第十八院 就包括了 其他的 四十七院 院 都包括 其他的四十七院 华严经 所说的 一级是多 多级是一 四十八院 当中的 任何一院 也都包含了 其他的四十七院 院院都是如此的 所以四十八院 跟十年毕生 这个院啊 相比较 十年毕生的 这个院 是最真实的 代表此院 乃真实 终之真实 好 那这是我们 用一点时间啊 再给大家 最后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 第十八 十念 毕生院啊 那实际上 在开始 跟大家分享 十念法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用 这种方法 来落实 弥陀的 第十八 大院 最后跟大家分享 两张照片 这是我们在 师父上人 呃 圆集 百日的时候 给师父上人 呃 中午跟 早上 中午跟晚上 都上供 真正 虽然师父 已经离我们 而去 回归到了 长期光当中 但是 如同弟子归 所说的 誓死者如誓生 我们依然每天 跟师父 呃 晨昏定醒 并且 如同师父上人 在我们身边一样 我们希望 即使师父往生 我们依然把师父 对于我们的教诲 以及对我们的期望 要完成的更好 啊 最后一章是分享 这是今年 师父上人 九十六岁 大寿的时候 开启写了 一幅 发达 诗愿第六的 书法 来给师父 呃 庆祝生日 那么 开启也发愿 就是 每一年 要是有时间 都还会继续写 因为师父在生前 特别希望我们 可以把书法练好 那这也是 呃 能够弘扬 圣贤经典的一种方式啊 好 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合掌 礼谢法师 慈悲授课 迎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这好 阿弥陀佛 有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